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CEO预计未来几年回报率将保持低位 鉴于通胀压力可能持续存在 规模1.5万亿美元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 未迎接未来几年市场的低迷做好了准备 首席执行官Nikolai Tangent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 高盛策略师美国股市挤满多头构成回掉风险 高盛集团策略师表示股市挤满了多头 继2023年底大涨之后 这增加了回掉风险 策略师Cicillian Mariotti等人周一在报告中写道 该行自由指标显示 欧盟经济专员需警惕红海袭击事件带来的经济影响 欧盟经济专员表示 胡塞武装袭击事件引发的红海紧张局势 可能在未来几周对能源价格和通胀产生影响 Paolo Gentiloni在欧元区财长会议召开前对表示 美联储降息预期再度升温 未来仍需警惕在通胀风险 21世纪经济报道 吴滨上海报道随着经济数据释放更多抗通胀进展 美联储降息预期再度升温 在去年12月美国PPI意外萎缩后 市场再度提高了对美联储今年提前降息的压注 红海局势冲击全球市场航道危机何去何从 南方财经全媒体谢洪州李一农广州报道 红海局势升温推高全球航运价格 红海局势持续升温 全球海运受到严重影响 自新一轮8亿冲突以来 德国央行行长 欧洲央行可能要到暑假才会启动降息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Wakim Nagel暗示 夏季可能是开始考虑降息的合适时机 他同时强调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 历史经验表明降息对企业利润预估而言不是好消息 得益于有韧性的经济的支撑 股市一直与企业利润预测同步上涨 但如果以史为鉴 近在眼前的降息前景可能会扭转 该局面 尽管市场一直热切期待利率下调 第一财经专访阿斯利康执行副总裁弗雷德里克森 David Fredrickson如何避免下一次全球大流行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今日开幕 第一财经专访阿斯利康执行副总裁弗雷德里克森 在谈到如何避免下一次全球大流行 他表示 挪威人型机器人公司EX融资1亿美元 将推出二代双族机器人 EX去年3月成功完成由OpenAI领头的A2轮融资 金额为2350万美元 此次B轮融资1亿美元 将推出第二代新型双族机器人Neo EX与OpenAI合作 荷兰计划今年将天然气储量维持在欧盟商定目标之上 荷兰称其指在将2024年天然气储备量维持在欧盟商定的强制性目标之上 荷兰能源部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表示 荷兰需在11月前将其天然气储存点的储量水平达到74%低于欧盟所设 欧洲央行官员Holtzman不应指望今年降息 欧洲央行管委会委员Robert Holtzman表示 即使不再排除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挥之不去的通胀担忧仍将阻止该央行今年降息 以史为鉴美联储降息未必利好美股 受美国经济弹性的提振 美股一直与企业利润预期同步上涨 但如果以史为鉴即将到来的降息可能会扭转局面 尽管市场一直热切的预期利率会下降 英镑正在走金发姑娘行情 上周公布的英国11月GDP数据符合金发姑娘模型 即不太冷也不太热 本周的工资和通胀数据将最终帮助英镑交易员微调他们的利率模型 财经网站forexlive苹果公司未来投资潜力不如英伟达 财经网站forexlive今日发文称 在经历了40多年最惨的开年局面后 苹果公司仍是一家值得关注的投资目标 但可能会有其他科技巨头更具投资潜力 如英伟达 日股创34年来新高日经ETF被买爆超高溢价还有人追 1月15日日经225指数收报35901.79点 涨0.91% 连涨6日续创34年新高 盘中指数一度涨破3.6万点 为1990年2月以来首次 日经ETF15日盘中一度触及涨停 真卖不动了 苹果官方大降价冲上热搜 最贵的iPhone都降500 发布不到半年 苹果iPhone15系列便在官方优惠活动中降价最多500元 1月15日 苹果官网宣布将现实推出新春优惠活动 从1月18日至1月21日 美国立法者达成临时支出协议为政府提供资金至3月 美国立法者已就另一项临时支出法案达成一致 该法案将为政府提供资金至3月初 以避免下周出现政府部分停摆 该临时支出法案将把部分政府机构的拨款资金延长至3月1日 高盛多头异常拥挤增加美股回掉风险 高盛策略师表示多头正涌入股市 这增加了股市在2023年底强劲反弹之后回掉的风险 以Cicillian Mariotti为首的高盛策略师周一表示 该行的指标自营指标显示 诺和诺德恢复在美供应减肥神药wegovy1.7毫克剂量 在经历了2023年12月中旬的短期缺货后 诺和诺德于2024年1月初在美国恢复供应1.7毫克剂量的减肥神药wegovy 盖茨基金会宣布2024年度预算86亿美元为迄今最高 15日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宣布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年度预算 旨在为所有人创建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富足的世界 盖茨基金会的2024年度预算为86亿美元 贝莱德副董事长Hildebrand 年性的美国通胀将打击对美联储的降息预期 贝莱德副董事长Philip Hildebrand表示 一旦通胀比预期的更具年性 投资者对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将被证明是过头的 这位前瑞士央行行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称 德国经济幸免于衰退但需求下滑另产出表现乏力 在经历能源危机后 德国继续得以避免经济衰退 但随着需求的大幅下滑 年末及全年经济产出遭遇萎缩 根据统计局周一发布的初步估算 德国10至12月GDP下滑0.3% 被问是否会对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打击 英国防大臣将保持观望 据路透社法新社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当地时间15日称 在决定对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之前 英国将保持观望 中国日本商会调查 超半数在华日起去年对华追加了新投资 15日中国日本商会会员企业景气事业环境认知的问卷结果在北京发布 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在华日本企业在2023年对中国追加了新投资 80岁克里将卸任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 下一站去助选 克里上个月刚刚度过80岁生日 美国最高气候外交官 前总统候选人约翰 克里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退休 时间就在202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不久 国际金价站稳2050美元阻力位 拐点提前到来 圣保银行大宗商品策略主管奥勒汉森表示 金价出现突破性反弹的条件尚不充足 但其长期上行趋势是大势所趋 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国际观察撕裂之战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观察 北京1月15日电提 撕裂之战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观察 孙丁雄茂林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爱奥瓦州初选于当地时间15日开始 正式拉开今年美国大选序幕 是指反超苹果微软凭什么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分析师们认为苹果不再是成长型股票了 而微软是长期投资更好的选择 作为两家老牌科技巨头 和府捞面 预见小面据称正筹备赴港IPO 知情人士称 中市餐饮连锁店和府捞面计划最早于今年在香港进行规模1亿至2亿美元的IPO 据悉 该公司正在与华泰国际合作 预计晚些时候将有更多银行加入 大选序幕 优优独播剧场 欧院与华泰国际合作 预计兰的 首预计划